那個是完全不一樣的概念 可是代表是什麼 剛剛的御醫師說什麼 我心中沒有生起 不代表我有斷除 只是他僅僅沒有生起 還沒到斷除了 所以到清淨三道 他是已經因為餘切利 煩惱不會再生起 也不可能再生起了 為什麼 為什麼不可能生起 因為他是時時刻刻正空性的 我們如果他還記得 以前在清淨三道我們說 他不管他是在 根本定當中也好 在厚德制的位置也好 他時時刻刻都在正空性 他沒有一刹那不是正空性的 他可能是以分別心正德 可能是以限量正德 這個沒有差別 這個是他可能在不同的時候 會用不同的工具去正德工具 可是他沒有 絲毫一刻沒有正空性的 所以那時候我這一生 我就碰過幾個例子 我聽過兩三次 我說奇怪我怎麼聽到 我說我聽過人家跟我實際說 他說我正到八滴了這樣子 我說我獲得八滴 我說我別的我不知道 我說如果你獲得八滴的果味的話 你是時時刻刻正空性 你是時時刻刻正空性的時候 那就像大家應該有慢慢有 有體會或者有感覺說 你看我不敢說我 有對現觀或者我對經書有多了解 可是至少有思維過 有思維過的時候 講出來跟一個是 照本這樣的念出來給你的 大家應該聽起來的感覺就不一樣了 自己有思維的時候 我們講出來的時候 他是不是就有時候 他不局限於說 我一定要用經書的文字 我可以用 從任何的角度 任何的來講 因為他自己思維過了 他用 用左影也好 右影也好 從前影也好 後影也好 總之 好像他自己看過了如指掌一樣的 他可以這樣解釋來講的話 我常常就說 好 如果真的這個是 八地的菩薩來講的話 他時時刻刻是正的空性來講的話 我說我們不用用 你一定要用經書的文字來跟我描述 什麼是空性 你沒有辦法用經書的文字 也都沒關係 可是你不可能說我說不出來 你說不出來就代表說 你還沒有常到 你看我說我實際在看到的時候 我還說我說不出來 我描不出來 怎麼可能是這樣子 他這個八地菩薩來講的話 他是時時時時時刻刻 沒有一剎那喔 沒有一剎那不是正的空性的 所以他所有的行為 都是在對峙煩惱啦 所有的行為都在 他沒有像我們這種 這種放逸的 或者被情緒所主導的這種 從來沒有了 這個時候 他已經在累積快速的智能 這是什麼 他在這個時候在累積 我們說在這個時候 他已經圓滿了 兩大阿森奇節的智能了 他已經在最後的第三 要圓滿第三阿森奇節 已經說什麼 我們已經說 已經可以看到說 他已經是幾乎是要成佛了 我們常常講說 我們看到說 像我們看到觀世音菩薩的視線 看到地藏王菩薩的視線 看到文殊菩薩的視線 看到說什麼這種大四肢菩薩的視線 這些各大菩薩來講的話 他就是這種的 在清淨三地的 當然當然 這些菩薩早就 彌勒菩薩 這些早就什麼 八大菩薩這些 早就已經成佛了 實際來講 可是他視線 或者他表現出來是什麼 就是我們在這種 清淨三地的菩薩 大菩薩的了 可以到八地菩薩 這個我說 不管這是男生 女生 年幼 年長的話 這是不可思議的那樣子 我說如果有到八地菩薩 這種來講 那不是那種 簡簡單單說我正八地了 我說 有人敢說簡簡單單說我是八地的話 我說 如果有人說我真的 如果真的有八地 我說 你要我翻山越嶺 我都要想辦法去見到這個 這個八地菩薩 真的 我說我們只要世間上 有這個八地菩薩的話 是我們大眾的福報 我說 常常說我們 如果可以看到像什麼 像中大師 或者這種龍樹菩薩 或這種人來講的話 這是毫無疑惑的八地菩薩 那樣子 如果是八地菩薩的話 他所講出的 空性的道理 應該是要像龍樹菩薩 這樣子一樣的清楚了 我說 那何等那個智慧 我說如果要像龍樹菩薩這樣 那個 不是簡簡單單的我們說 我八地了 那個離得很遠 我說 我很奇怪 就是在這一生就碰過 我真的是碰過兩個人說 我說我獲得八地菩薩 我說 有這麼容易獲得八地 這樣子 我說 我常常說 我也希望我可以獲得八地 我說 我也希望你真的是八地菩薩 我說 如果你是八地菩薩的話 那我今生 不要說別的 我今生看到你 我就有福報了 可是八地菩薩實際上來講 不是那麼容易的 八地菩薩真的是 需要有一點的功夫來講的話 所以 那我們說什麼 我們在講說 那為什麼要講這麼 那出身正行 出身正行 這不是 這邊我們要了解 這不是已出身 這不是已出身的 不是已經出身了 而是 將要出身 將要 什麼 佛陀的果位 將要出身的 這個來講的話 我們說 出身正行 所以什麼呢 這是在於 親近三地的 就是八地 九地 十地 這三個範圍的 正行或者大聲的修持 我們講什麼 我們叫它 出身正行 所以 我再做最後一個複習 我們今天大概 大概就這樣子 今天沒有講到太多的 課本 可是我想說 先 還沒有 正式進入到 介紹三正行之前 我們先認識正行叫什麼 是不是 大家記住了我們說 四加行 說什麼是 圓滿加行 頂加行 建制加行 跟什麼 刹那加行 圓滿加行什麼是 整個菩薩道 都叫圓滿加行 頂加行什麼是 加行到 一直到 成佛的前一刹那 建制加行是什麼是 從 菩薩道的 自然道的第一刹那 一直到 成佛的前一刹那的 前一刹那 就是 從 自然道 一直到 最後的 刹那加行的 之前的前一刹那 我們叫什麼 我們叫 建制加行 而 刹那加行 顧名是一刹那 一刹那 就在什麼呢 那就在刹那加行 刹那加行也就只有那一刹那 就是 成佛前的 那一刹那的修持 我們叫 刹那加行 從這個從 這是從 四加行的角度來算 那 從四正行 所以 四加行我們會哪裡看到四加行 是在八四的時候 我們看到四加行 喔 剛剛我忘記跟大家講了 就是 我們八四 跟八線官的分類不太一樣 對不對 我們剛剛講 八四的時候 大家要記得說 八四裡面的 我常常跟大家 我以前 我用一個口訣來讓我自己 記到 四跟 線官的差別是什麼 四 雖然是 講事物是無常 但是它裡面所列出來的 這個最後一個 不是無常 就是 我講八四的時候 它所列出來的 這最後一個的時候 不是無常的 反而是 非事物的 就是 三智 四加行 和第八個是什麼 是法身 那我在八線官的時候呢 前面的三智 四加行是一樣 但什麼 第八的是我要立出一個線官 我要立出什麼 是智慧法身 就是我們講八四七十一或者 八線官七十一都有這樣的講法 那我們講八四的時候我們是 三智 四加行 果的法身 我們講八線官的時候什麼是 三智 四加行 智慧法身 以這個來分 好 那四正行是我們在哪裡看到 是在講說什麼 是八四七十一裡面的 一切總之為四 它有十億 十億裡面的後四億是什麼 是大聖的陣型 大聖陣型我們分出什麼 分出了盔甲陣型 趨入陣型 資良陣型 出身陣型 我們剛剛有長時間來介紹 那後面的 後面的 所謂的 資良陣型它是什麼呢 它是從 大聖的 之 加行到的 四第一的 上品位 對 一直到 成佛的前一差那 所以 這個呢 是分配在於 四加行裡面的 所有的四加行都有這個 這個來講 而 後面的 出身陣型來講的話 如果我們 如果我們分的話 我們是不是說 四加行裡面也都有 也都有出身加行 出身加行 那 如果我們來講的話 大家可以視為這樣子 我們以前我們老師 就說什麼 你看 如果這樣子的話 若是 刹那加行 一定是 什麼 出身陣型 若是出身陣型 不一定是 刹那加行 對不對 我們說 如果是刹那加行 一定是 出身陣型 若是出身陣型 不一定是 刹那加行 例如說什麼 八地 九地 十地的前面的這邊 的修辭都是什麼 都是我們所謂的 出身陣型 但不是 刹那加行 刹那加行 只有最後一刹那 不刹那 最後一刹那 那出身陣型 是 在哪裡呢 是在於 親近三道 那親近三道的範圍是什麼呢 它親近什麼呢 它親近生起煩惱 親近生起我職的所有的機會的緣故 所以我們叫它親近 那這個親近的時候呢 我們都知道 這時候的修辭 我們都稱之為叫說 出身陣型 好 那 如果大家 我們想要 多次的或者清楚的了解的話 那這個禮拜我們大家 回去做的功課 或者大家如果有時間的話 大家請幫我說什麼 就是我們做一些比較 大家如果可以做這樣的互相比較 比如說我剛剛舉的那些例子 我說欸 像比如說 刹那加行 跟出身陣型有什麼差別 或者出身陣型跟圓滿加行 有什麼差別 用陣型跟加行來做這樣子相比 這樣子的話 會在我們的內心當中 本身會清楚的 會清楚的 如果有不清楚的話 大家我們應該今天 我們講的還算蠻清楚的 他的這四加行 跟四陣型的範圍 大家可以回去多聽 多思維 大家這個禮拜 我們回去的功課 大家請就是幫我 多思維說 欸 四陣型跟四加行來講的話 那如果我們說什麼 四陣型跟四加行 本身來講的什麼 我們是不是說什麼 他是同意啊 如果是四陣型的裡面其中一個 一定是四加行裡面的其中一個 如果是四加行裡面其中一個 也一定是四陣型裡面的其中一個 這個他兩者不相為 但是你看他的分法或者他的界線 比較不一樣了 他的範圍有一點說 從哪裡到哪裡不太一樣 很容易搞混 你看我們上個禮拜 可能我把加行跟陣型 還有些會混在我嘴巴都說不清楚的時候 這個加行跟陣型的時候 我們要把它就是什麼 四加行是在指前面的八四的這個範圍 我們講陣型的時候 我們再講七十億的這個範圍來做區分的 看大家如果要把它清楚的了解的話 大家在我們回去或者明天休息 或大家複習的時候 大家可以把這兩個的 加行跟陣型裡面的分類 來拿出來做一個比較 這個跟這個有沒有一樣 這個跟這個有沒有差別 首先我們說什麼 是不是圓滿加行跟 剛剛講的盔甲陣型是同意的 頂加行跟虛弱陣型 這兩者是同意的 所以這兩個我們可以先清楚 別的我們就是還要再去多慢慢做思維了 好 那我們今天先到這邊那樣子 和我們希望說 開始獻關學習的這些年初 我們說我們在這邊希望大家說我們 每次大家講說我說 我們正式就在學波爾金 我們在學獻關 就等於是我們在學波爾金了 在波爾金當中是涵蓋了佛陀 所有最深廣 最寬廣 最奧妙的智慧都在這邊的時候 所以大家只要有在這一座有一字一句的理解 我每次說因為大家的緣故 大家我因為大家的原因 我才有機會再複習一遍的這個限關 所以很感激大家 我說如果沒有大家 我也沒有這個推動力 說再複習一次限關 是因為大家的緣故 我逼著我覺得 比我以前在學習新術的時候 還更認真 有時候以前學金術的時候 不一定這麼認真 不一定想要說 就像我說我們在這邊 我才不會在寺院 我才懶得這樣跟大家比較 我說你自己去做這個的時候 因為大家來講的緣故 就會想說 我要跟大家解釋的一清二楚 一清二楚的時候 是因為大家 我們是常常像 他們普特斯蒂廣論講說什麼 思維是為他人來做 獲得利益是自己獲得利益了 因為真的是大家的緣故 實際占到便宜的是我自己的 可是是想要幫助大家來講的話 那我們在這個一年的一開始 我們如果可以有一個好好的發心 所累積的 不管你在這邊所累積的智慧 福德 所有智良跟善業的話 那希望我們說什麼可能 我們依著這個 博爾經 憲觀 等等的這個彌勒菩薩 等他們所降職的話 我可以不只是文字上 那我依著這個文字 我可以開啟智慧 而實際內心當中這個正量 可以開始升起的時候 那也特別說我們在這邊 我說在憲觀傳的前面來講 大家一定是有 我常常那時候 我們的老師也都說 大家可以有讀到的這個經書 都是大福報啊 有大福報的人 大家回向的話 那個所發願的 所悉願的 都可以成就啊 只要有福報的人 這個來講的話 所以我們在這一季之初 一年之初 大家來講好好的說 我這個起個頭到尾的時候 希望說我們依著這個學習 可以順利無障礙 它不只是順利無障礙 我們在所對學的 我們在不僅是文字 我們在內心當中 也可以升起這個 如此的正量 和直至 依著佛陀的這個 波爾經的智慧 去獲得圓滿菩提的果位 它乃至我說我們 只要在聽文 思維講說正法的地方 就有龍天護法的護持 它希望說我們在 這個時候 這一年有發起一個好的願的時候 希望在周遭的龍天護法 和依著我們所有的福德智慧 智良善業 在我們 在特別是台灣 我們廣絕齡這邊 以及廣大的華人圈 希望說這個波爾經的智慧 可以源源不斷 長久注釋 廣禮眾生 願消三丈諸煩惱 願得智慧真明了 普願罪障西敲除 世事常行菩薩道